聊一个比较老的梗了 还是有人关心您抑郁症好了没 应该说不容易好 就是说抑郁症呢 就是每年都会发作 但是我们呢会 长期服药 基本上每天都服药 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药 那么就是你每年发作的时候 可能不像最早 没有经验的时候 就是那么 那么严重啊 就是卧床不起什么的 现在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 然后就把那些天呢 旅游旅游 然后这个看看电影 看看书 跟自己喜欢的人 一起下下棋 打打牌什么的 就尽量让自己生活放空下来 就能过去了 这个我想多说两句行吗 您说 为什么呢 因为抑郁症病人呢 就在20 我是02年发的这个病 05年还是06年 我想不起来了 在朱军主持的那个艺术人生里 坦诚的告诉了大家 我对这个病 其实所有的这个心理医生 都特别感激我 因为我勇敢的站出来 说得了这个病 所以很多人都不忌讳 说自己得了这个抑郁症 都愿意去去看 去治疗 翻了很多倍 据说翻了几十倍 前两天 那个安定医院的院长还专门跟我示范来 向我表示感谢 但是其实有一点我想告诉网友 这个抑郁症病人 他神经是非常敏感的 你是不能用他的病来攻击他的 这个跟别的 跟别的病还真不一样 但是你看看侮辱我的这些网友 每天就在说 催抑郁 催抑郁 我跟你说 对一个抑郁症病来说 抑郁症的病人来说 你天天骂他催抑郁 比骂他傻逼 流氓骗子 要厉害得多 这是非常残忍 我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常识 告诉大家 你骂我就骂了 反正已经骂了这么多年了 我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抑郁症病人 我建议你不要用这么下流的手段 去侮辱他 因为这个对他伤害太大